好话说今天距离11月13号娱乐圈的新闻爆炸已经过去两天了 我还记得当天的时候你有直播娱乐新天地吗 然后还在微信圈里面发了一条新闻对不对 然后就说当时的新闻有这么多的爆炸 你每一条都经历过了 我没有经历过 就每一条都在现场经历过 我觉得是这样子 因为当天如果说一台好戏也就算了 但是好戏连台看到我们是不转睛了 当时播报的时候心里什么感觉 我觉得是一口气说完一个礼拜的新闻 好 就有这种感受 当这个吴奇龙和刘诗的新闻已经进行淡化的时候 当杨幂刘凯威不急着秀恩爱的时候 只有一个人他一直没有放弃过 是 我说他打的就是持久战 没错 就是汪峰 最近张子怡参演吴宇森导演的生死恋 在上海进行热拍 汪峰就去探班了 而且我们娱乐新天地抓到了 他们甜蜜指数直接报表 来分享一下 张子怡身穿一件黑色羽绒服 头戴斑点帽坐在前面 汪峰则身穿黑色朋克风外套 紧随其后 还目不转睛地盯着前面的女友张子怡爱意尽显 这一幕发生的地点 正是吴宇森导演生死恋的拍摄现场 汪峰探班当天 张子怡扮演的护士拍摄的是在 22区伤病医院里帮忙护理商员的戏份 期间张子怡扎着马尾便 穿着民国时期的护士装为伤病料理商事 在结束拍摄后 张子怡回到自己的豪华房车内换衣卸装 大约10分钟后房车门开 而出来的可不止张子怡一人 还有她的男朋友汪峰 如此看来应该是汪峰一直在车内等女友收工 子怡姐姐有这么个贴心男友 应该是好生幸福的吧 也许当初汪峰对张子怡的表白 让众人觉得肉麻不已 但是如今用实际行动向美人表忠心 汪峰做的倒是还不错 只不过这样的浓情蜜意 不知道能维持多久呢 我们可是搬好了小板凳 等着看你们天长地久哦 娱乐行天地 天长地久 说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报道 是的 其实不管怎么样 我觉得开心就好